如何才能满足人类次时代的好奇心呢 答案是 把一个网球场发射到150万公里外的太空当中去 当然你们都知道 我说的网球场呢 指的就是詹姆斯韦伯太空暗镜了 最近天文方面的热词呢 非常莫属啊 你多半耳朵都已经听起简了 那今天重复的内容呢 就不讲了 我专门挑了几个 你可能没有听过的 来讲一讲 作为人类次时代的大玩具 詹姆斯韦伯主要有四大任务目标 分别是观察第一个星系 研究星系的演化 了解恒星的生命周期 和寻找其他的世界 我知道啊 你多半对最后一个目标最感兴趣 我也是的 但要做到呢 实在是很不容易啊 为此它必须要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 大和冷 因为只有大才能收集到足够多的光 才能把150亿年前 宇宙大爆炸之初 形成的第一批星系传来的光给兜住 其实用兜呢 也不太合适啊 因为哪怕这已经是一个 直径达到6.5米面积 比哈勃还大了4.5倍的镜子 它每秒钟也只能收集到大约一个 来自遥远过去的光子 是的啊 一个光子 作为对比 随便找一个晚上 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去看天空中最明亮的星星 你的眼睛呢 每秒钟能够收集到来自它的光子数 大约是100万个 如此暗 你能想象吗 赞姆斯韦伯的主镜呢 是由18个更小一点的六边形的镜子组合而成的 它在发射的时候呢 会折成三个部分 然后再展开 组合成一片完整的抛物面 不过为了避免哈勃曾经犯过的错误 它的每一面小镜子呢 都是可以单独运动的 也就是说 当焦点没有完美对齐的时候 它是可以通过调整其角度方向 甚至是曲度来矫正的 哈勃曾经为此额外付出了一次航天飞机的任务 和15亿刀的维修费用 而这次停在150万公里以外的赞姆斯韦伯 即便再不心疼钱呢 也是全无维修的可能性的 人类目前根本就没有能够 载人飞出去那么远的航天器嘛 所以它当然只有自己靠自己 通过这样的校准机构 始终把对焦进度控制在人类头发的1万分之1以内 否则 连那一个可怜的光子都可能给放跑了 对了 宇宙一直在膨胀 你肯定是知道的 所以那个光子呢 也早就被拉扯到了 超出我们人眼可见光范围的红外区域了 所以赞姆斯韦伯实际上看的是红外线 这就是为什么第二个条件 冷那么重要了 因为只要有热就会辐射出红外线 而当你的目的是去探测别人发出来的红外线时 最最尴尬的 可能就是你看到的 全都是自己发出来的红外线了 所以只有让自己越冷越好啊 赞姆斯韦伯之所以要跑那么远 来到所谓的拉格朗日L2的位置呢 就是为了躲避来自太阳地球和月球辐射出来的热量的 而它之所以要展开5层的隔热膜 把镜子正好躲在其背后呢 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为什么要用5层薄的而不是一层厚的呢 要知道在太空中展开像这样的非刚性材料是个多大的噩梦啊 不过为了一层层的把热给辐射到太空中呢 赞姆斯韦伯只能这么干 虽然热的传递有三种方式 传导 辐射和对流 但显然在真空的太空只有辐射能够玩得转 所以能提供辐射的面积就很重要啦 而且你看啊 这五层膜之间的排列还非常的靠旧 虽然每一层膜把大量的热都向外辐射掉了 但还是有一部分的热通过膜自身的传导 从外表面来到了内表面 并且从内表面向内辐射了去 于是这个热就会跑到下一层隔热膜上面去了 而为了将它辐射出去 其实每一层膜之间的间隔与排列角度都是经过了严格计算的 使辐射在打完乒乓球之后呢 恰好能够从旁边溜出去 所以从测试图上看起来呢 这五层膜才会组成一个梯形嘛 好了 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可以将镜子表面的温度控制在零下 233度左右了 但是啊 这对于红外感光元件而言还是不够低啊 它得要运行在一个只能比绝对零度高7度的 不可思议的超低温环境里面才行啊 为此 NASA当时在这一块呢 就花出去了1.5亿美元 研发出了一台犹如外星科技一般的智能器 它利用声波压缩一段绝缘管子里面的氦气 使这些氦气在其中形成温度差 因为声波说白了就是压力波嘛 而气体的压力正好跟温度成正比 然后再将两个换热器分别插在这两段氦气 一冷一热的两边 一边连着隔热膜将热量带出去辐射掉 另外一边呢 连着红外传感器为它进行持续的降温 从而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哎 你别说啊 阿汤哥的叠松叠系列出了第一部 其他每一部的制作预算 基本上都是1.5亿美元哦 这么看来啊 1.5亿是为不可能买单的平均付出了 好了 这是玩笑啊 但希望詹姆斯微博不要跟我们开玩笑就好 最后既然你都已经看到这儿了 那必定对天文是真爱了 哎 我也为你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啊 就是这个2022年的天文年历 一共15分 要的话就积极留言吧 我从大家留言的精彩程度里面判断 究竟给送给谁啊